这个以副手来讲 说实话比起肖美琴 比起这个赵浩康 这个吴欣盈 他的这个美国籍的问题 不断被追问 那当然这个追问你就回答 但是因为他回答的方式 说实话呛记者 高高在上 就是那个公主Fuma 本来就是这个财团家的孩子 说实话 这个每个人不问出身 他生在哪里 这不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重点就是你的态度 你身在一个这个财团世家 但你是不是很谦和 很平易近人 但是你看到他讲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就是有距离 所以根据民众党 有一份内参的民调也显示 民众党自己知道 有高达五成六的人认为 吴欣盈对于柯文哲 没有加分 但是另一头 赵浩康啊 这个肖美琴 都是加分概念的 但是吴欣盈是没有加分 没有加分有没有扣分 可能哦 那前柯文哲的幕僚也爆料 说早在二零一九年 就有提醒过吴欣盈 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 因为当时他要当立委嘛 所以相信相信他没有美国籍 但有没有人看过呢 党内没有人看过 还再强调一遍 没有从二零一九 真的就没有 没有人看过 那吴梓佳是说了 柯P信里有数 这不会过关的 大家心知肚明 当然十二月五号 吴欣盈说十二月五号 见真章啦 那他不想再讲了 那吴梓佳说 没有什么真章 就是鸭蛋 是这样吗 这真的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登记了 这个政府如果说 他真的有这个美国籍 不符合的话 他被ban掉 就是阿伯也被ban掉了 是不是 那就提前出局啦 就真的剩下这个蓝绿 两个就是赖庆德 对决侯友宜 就真的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李恩其实我也提出一个观点 好 你没有美国籍 但你先生是比利时贵族 有没有欧洲籍呢 有没有这个 这也是个问题啊 对不对 大家好像没有想到 问一下这个委员 你怎么看吴欣盈的 这个国籍问题 你觉得这个处理方式呢 到此刻为止 民众党内部 其实也知道他的问题 接下来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应该问柯文哲 第一个我们假设 他在当不分区立委那一刻 就已经抛弃外国国籍 那他只是在媒体处理的时候 没有处理好 那事情比较小 那如果是 他在这个十月五号 被查出来说 认为他还有美国国籍 那柯文哲就 再见 跳通了 然后这个就蓝绿对决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吴欣盈还会有 担任不分区立委 拥有美国国籍的 法律责任 那对于民众党来讲 就是一个额外的打击 所以这个 民众党要小心处理 那个 如果是在媒体处理的话 他应该也是当了 不分区立委一段时间 他处理这个媒体的回应 显然是有失误 有失误 那副手要帮正手加分 真的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要减分 真的是会泄千里 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2012年的时候 输家犬 一下子农舍问题 一下子什么店面问题 那时候国民党像捡到枪一样 本来马英九的气势 那时候不是很好 2012年真的不太好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党主席吴伯雄是蛮紧张的 急急忙忙 把他还在游艇上 游轮上玩的 这个秋意赶快照回来 就是打输家犬 所以输家犬 可以说是那一年 这个蔡英文 失败的两大重要原因 一大就是宇昌安 一个就是输家犬 到了2016年 朱立伦的副手叫王儒璇 本来大家觉得 这是很适合人选 劳工的委员会的主委 各方面形象都不错 哪知道他有去买卖军彩案 朱立伦就整个被打趴到地上 到了实在是 整个竞争总部已经瘫痪了 然后朱立伦跟胡志祥 在找我跟邱宇去 打这个蔡英文的 炒地皮的案子 但是已经到末端了 来不及 那时候已经几月份了 已经十二月了 来不及了 所以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那到了后来 这个双方面找的副手 都是打安全牌 比如蔡英文找陈建仁 算是安全牌 那马英九的问当时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后来这个 到了这个朱立伦 这个输过了以后 到了韩国瑜找了张三政 也是安全牌 我想问一下委员 当然这个吴欣的国际问题 12月5号就会见真章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假设真的被查出来有问题 OK那他们这组就没了 那就回到了这个蓝绿 国民党赖清德 国民党侯友宜 还有民进党赖清德 这个两组对决 到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对侯友宜不利 反而不利 反而不利 确定很不利 就是刚才阿亮哥讲的逻辑 现在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柯文哲在50岁以上 几乎没有支持度 所以50岁以上 不是蓝就是绿了 而且在50岁以上 猴友也没有占到便宜 两个人差不多 但是猴友还输一点点 可是在50岁以下的 20到29 然后30到39 尤其这两个年龄层 这两个年龄层 都集中在柯文哲 像阿亮哥讲的是 有将近一半在他手上 而且这些人 倾向于投给民进党的比例 会高于投给侯友宜的比例 可能因为刚才讲的 国民党的人 比较没有去经营 这一块的年龄层 那只剩下一个话题 投给国民党当兵四个月 投给民进党当兵一年 可是这些人大部分都当过兵了 所以这个 这有点看怎么 到时候看怎么去争取 在外面选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蓝白之间切了以后 蓝白之间的仇恨值升高 这仇恨值升高 我知道赵昭刚很努力 必须把它弥补 比如说白的 可以加入内阁等等的 一个拉拢的 所以国民党如果是 打绿拉白策略成功的话 那有机会赢 如果打绿拉白不成功的话 会输掉 可是问题国民党里面 我看来看去 所有人里面只有一个有 有办法打绿拉白 那个人叫卢秀燕 其他人都不行啊 那没办法 卢秀燕不是因为今天在打绿拉白 他是长期以来 都对磕粉 对这些白色的这些选民们 采取友好的态度 那你这些人看在眼里面嘛 而且他现在又担任 蔡壁卢的竞选总部主委 我听说党中央不是很happy 不是很happy 可是他这是一贯的路线啊 就是要有白打绿 联合白的来撑取 这个蓝色的江山 那我知道党中央可能有人嫉妒啦 我做不了啊 那你怎么做得那么强啊 所以可是我是觉得卢秀燕的路线 风格作法 就是国民党应该走的 比如说你蓝白切啊 不能当恋人嘛 那就当朋友嘛 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对不对 你去把他打破头了 他选不上啊 你就要争取他选票啊 前几天还有人在蓝色名嘴 还在骂郭泰明 我心里想说 你打个手都失去了 恋人未满 仇人已满 就惨了啊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政治要有点的耐性 而且要有点的智慧 那就是你的智慧 要超过你的情绪 你心里面很不满 哎呀郭泰明 你很不满 这个侯友宜 问题属于就在那边啊 对所以说这个 万一因为吴欣宜的国际问题 柯文哲出局的话 那接下来对国民党不是太有利 看这段时间能不能 打率拉白成功嘛 你不拉白你票哪里 因为三个人已经选票 民调里面收入民调里面 未表态率都快要低到10%啦 就表示已经 但真的身后时间不多 现在才要去拉白 就说确实是有点紧张啦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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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